超委發表會由執行長蘇茲峰親自亮相最新人工智慧晶片 配備192GB記憶體 遠超過對手揮達的120GB記憶體 預計第四季開始量產 看好AI會大幅成長 超委跟上趨勢 推出一系列產品 卻沒有獲得投資人青睞 股價在13號收盤下跌3.61% 凡人指出主要是AMD 沒有說明超級晶片的潛在客戶 跟詳細售價 能否貢獻營收 備受質疑 反觀對手回答卻步步高深 6月初國際電腦展 回答不只展示超級晶片 更替客戶們站台 亮相最終產品 回答股價 自今年以來 已經上漲超過170% 並在AI晶片市場 佔據80%到95%的銷售量 市值也突破兆元美金 超委想要超越挑戰不小 而兩大巨波競爭 護國神山台積電都能受惠 這兩大晶片強權 競爭越激烈 台場商機就越大 相關概念股如華晴 金居金財都隨著AI狂潮 衝上浪尖 參選中英瑞芳想太不倒